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巩固五围四壁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成果 全区上下正全力开展五围建居村创建行动 目前石化街道已首批创建成功16个居民区 石化十三村作为老式小区 在五围建居村创建过程中排摸出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 据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 以前一楼一户居民将窗户破除 并开出了一扇门搭起了棚亭 用于夏季的冷饮销售 排查到该现象后 巨委会立即联合业委会与物业多次上门走访 与该户居民协商最终拆除了违法建筑 现在就恢复原样变成了窗 然后我们把东西速度补好了 补好了一步步来 此外十三村巨委会还自家压力 对小区外围道路一一排查 听到居民反映象周路旁有僵尸亭在人行道上放置多年 影响行人通行的情况后 巨委会与交警公路管理所等相关部门联系 将其拆除 另外巨委会还制定了一套监管流程 坚决杜绝违法建筑的回潮 刚开始就从源头抓起 就是凡是有那种水泥车 就装修的那类似于装修的这种车辆 我们和物业都是沟通好的 从门卫开始 一旦发现这种车辆 都是马上及时的和我们联系 我们都会跟踪 一路跟踪 那如果是特别是一楼人家装修的 那我们是一定是把告知书 宣传都做到位 作为石化街道的第一个商品房小区 山新阳光城占地17万平方米 共有1530户居民 小区绿化面积大 设备设施完善 违法建筑也相对较少 而且在巨委会的倡导下 居民们主动担起小区建设的责任 自觉维护社区的卫生环境 这个小区是我家 热爱要靠大家 我就感觉这个小区呢 就是一个呢是绿化好 绿化又多又好 还有一个环境卫生搞得好 看上去就像公园一样的 很舒服 山新阳光城居委会 在无违建居村创建过程中 将居民自治与共治相结合 利用社区志愿者物业 业委会的多方力量 在社区内逐一排摸寻查 一旦出现违法建筑 就立即予以拆除 居委物业业委会 长期以来呢 对就是违赃建筑 就是也抓得比较严 一有居民说就是发现有这种苗头 就马上进行扼杀 到今年年底 石化街道将把剩余九个居民区 全部创建成无违建居民区 并在2019年申报无违建街道 打造宜居的美丽社区 我们今年也是有一个实施项目 作为一个实施项目来操作 就是一个社区的微更新 也是就是你针对这些 拆尾以后的一些空白地带 或者空白的地块 然后根据当地居民的一个 周围居民的一个愿望 愿景 然后征询他们的意见 然后我们共同去打造一个 就是城市的一个景观点 据统计目前我区各街镇工业区 已成功创建无违建居村 共计68个